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夕阳,28House找楼app,赞助播昌 政府多管齐下招揽外来人才 内地客随即服出买香港楼 有代理的统架显示 今年头三季,声明是普通话拼音的买家 创有纪录以来的最多 就算撇除部分已经下了本港永久居民身份 估计都不乏内地资金 政府积极抢人材兼楼市设立 除了刺激港人买楼异欲 也吸引了不少内地买家来港置业 释放购买力 中原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头三季,整体住宅买卖登记中 超过8100宗的买家声明是普通话拼音 按年急升6.8% 涉及超过900亿,升43% 两个数字都创了纪录的新高 这一派普通话拼音买家 一半以上买日本港二手楼 不过是连续两年最热门的地区 占了131宗,涉及大约10亿1千万 当中建威花园,城市花园和泡卫山最受欢迎 其次热门的地区分别是全湾市中心 奥运站和深水埗等 代理指内地客着重社区发展成熟 和交通配套完善的民生区 这些地区的楼价一般比新发展区的楼价低 亦都比较容易上车 有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 随着业主件事况好转,叫价变得深红 令到上季二手居屋的买卖显着回落 利家国的数据显示 第三季二手居屋包括自由市场和第二市场 一共有1241宗买卖 按季大减4乘3 跌幅是近五年来最大 拖累期内成交金额亦都跌四乘二 不过售价回升 平均每中的售价重上400万 建接近三季的新高 利家国就说市场正后新居屋登场 加上新盘贴士价推盘抢下 预料今季居屋交投继续挨打 货美本要开单继续维持曝光率 是策略之一 油堂的Coco Rosso 再度开放两房的燃热单位 卖点就是听火同向 兼且望到维港对岸 一起入屋看看 Coco Rosso属于Coco Hills 发展项目第三期期 即是整个项目的第六七座 主打的两房面积大约420平方尺起 最新开放的示范单位468平方尺 属于配开放式厨房的两房户型中 几乎最大的一款 长型客饭厅占160多平方尺 实场比例尚算足够 梳化、电视柜和饭桌等等 基本家具的摆位布局 不用花太多心思 露台是近年流行的三盒一式 不计冷气机平台 有近40平方尺的使用空间 现场示范以户外家具布置 期望打造放松的休闲空间 但要留意实际使用时 冷气机散热气可能会带来噪音 或是热气问题 参观燃楼市委的好处 是景观一目了言 不用猜猜一下 这个单位位于22楼 可以穿过前面项目另一座物业 望到维港对岸和啟德有轮码头 开放式厨房放近大门 齐备电磁炉、冰箱 抽油烟机、洗衣干衣机 和蒸焗炉等等基本家电 都做到五藏俱全 两间房在走廊内布局 尽量达到听访同向 尽头的主人房六十多平方尺 眨眼看都有合理的走动空间 但要留意现场展示的家具 部分不是标准款式 例如房内没有一个 比较正统的衣柜等等 另一间房大约40平方尺 与主人房之间的墙身 并不是结构墙 如果有需要 理论上可以打通使用 单位只有一个浴室 交流标准是浴缸 如果有小朋友或是老人急 可能棋缸在使用上 会比较方便 欢迎收看小店财经 我是洪嘉胜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出访中东 出席首只追踪香港股票指数的交易所卖卖基金 在沙特交易所的上市仪式 他期望香港和沙特未来有更多跨境投资产品推出 促进两地资金交流 王健春在沙特阿拉伯 李雅德布道 有分在沙特交易所见证追踪港股ETF 在当地上市的 除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还有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ETF发行商南方东英的代表 和沙特交易所行政总裁 ETF的规模达到100亿 是目前中东最大规模的ETF 陈茂波认为透过港股ETF 中东的资金不止投资在港股 而是投资在内地 有关的ETF追踪香港的股票指数 但也要符合伊斯兰教的投资原则 不会投资在银行和保险等的 传统金融服务 也都不会涉及博彩 猪肉和酒精等的类别 市场关注何时有沙特公司来香港上市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 一直有相关的目标 何时会有沙特公司来上市 或者相关何时有香港的公司来沙特上市 这个也是我们和沙特交易所签的备忘录 希望可以促成的其中一个目标 他认为中东是个潜力非常大的市场 港交所已经在当地投放了不少资源 期望可以有更加好的发展 有线新闻王健俊 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报导 港交所计划明年在尼亚德开设办事处 加强中东地区的布局 港交所说新办事处 位处于沙特的经济中心和主要金融枢纽 将会和当地投资者和公司建立联系 协助客户接触本港的金融产品生态圈 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 新的尼亚德办事处 将会同在北京、伦敦、纽约、上海和新加坡的办事处 共同协助 帮助港交所拓展全球报告 吸引中东客户进入本港的资本市场 行指在期指结算日下跌超过300点 抵消过去3天累积的升幅 指数最多跌过431点 收市跌320点 报20380点 再次失手10天线 成交1,600几亿 插打季迹性预期 并且调高全年收入指引 逆市升近3% 创近7年新高 汇控业职之后也继续做好 招行之后跌3% 中国太平旗下财险业务 投资收益率由盈进规 股价一度急創1.3% 金价继续破顶金矿股个别发展 发盈起的领保黄金升近冷静 渣打上季多赚1.7倍 列仗基准除税前日利17亿2千万美元 不远高于预期的14亿8千万美元 经营收入升9.4% 经营支出跌3.5% 信贷减值跌近四成 去到1亿7千万美元 行政总裁温特斯说 会将2026年的有型股东权益回报目标 从12%调升到接近13% 并将今年到2026年 股东分派目标 从至少50亿美元 调高到至少80亿美元 插打在上条今年收入指引 经营收入增幅预料接近10% 不由华证密息机会出售全部 或部分少数未能配合 整体发展策略的业务 令资源更集中现有业务的需求 预计未来18至24个月内完成 不可令到财富方案业务收入 保持双位数增长 有线新闻 刘家发报导 多家内人陆续公布柜绩 其中农行上季多赚近6% 净利润784亿人民币 收入升超过3% 头三季计净利润也升超过3% 净利息收益率1.45厘 建行上季多赚3.7% 收入跌2.7% 头三季计净利润只是微升0.13% 净利息收益率1.52厘 至于中行上季多赚超过4% 收入升超过6% 头三季计净利润增长也很轻微 只有0.52% 正式差1.41厘 本港2022年引入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C-SPAC上市制度以来 首度有公司完成收购并上市 金管局前总裁陈德林认为 凸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电商解决方案公司司庭控股 首日在港交所挂牌 初段股价一度较参考价高出4倍 有份在上市仪式敲拢的 包括惠德收购主席陈德林 陈德林前年火炮前特首真任权誓妹曾景璇 合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惠德收购 公司近日完成并构C-SPAC控股 成为本港第一间成功注入资产的SPAC公司 标注着香港惠德经过两年的努力 终于可以在今天一个香港历史上 第一单DESPEC的交易 这个是一个新的资本市场发展的里程碑 今次被收购的斯团控股来自新加坡 股东包括阿里巴巴 Synogistic作为一间新加坡公司 来到香港上市 这个是突兴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还有企业在香港为基地 发展一些大中华业务的吸引力 SPAC上市制度推出第一年 有超过10间公司申请上市 但是之后申请严重疏落 也都未有公司成功完成 俗称DESPEC的资产收购程序 新的SPAC scheme是2022年初出台的 都有几间是第一次申请了 上市了 但是这两年多些大家都知道 整个资本市场气氛都是差的 变成了很多 不要说SPAC 就算IPO本身都是少了很多的 这是一个大市的趋势 陈德林认为9月底之后 香港和内地股市气氛显著改善 不少资金重返大中华地区 相信往后申请上SPAC 或者完成DESPEC的公司会陆续有利 经营半岛酒店的大酒店 香港的生意还未回复到疫情之前 进度比起北京上海落后 因为仍缺乏欧美长途旅客 香港本地市场不是那么大 香港只是一个城市 香港一直都很依赖国际生意 那里就是我刚才说过了 尤其是北美洲和欧洲的生意 来香港的暂时还是稍微缺乏了 香港半岛酒店第二季的出租率 跌到不够四成 随着下半年传统旺季的到来 他有信心情况会逐步好转 又说前景并不是大众想到那么悲观 我们有时自己在香港住 忘记了很多香港的优点 我们现在坐在半岛酒店 望过去海港 望过去港澳 那个风景美得 世界上都没有什么地方 是有山有水一个大城市 是美得那么重要的 Hello Good morning 郭敬文在集团工作超过22年 10月底就会正式退任 他说员工对公司的信任 是业务的基础 期望可以延续下去 又说任内见证了五间新酒店的六成 坦然对每间酒店都投放了不小心血 我每次 尤其是我回到一间我自己建的酒店 我都觉得很感动 因为记得从开始的时候 或者是一块地 或者是一间旧屋 然后改变了做现在一间酒店 整个旅程 我想起来很有感觉 国敬文退任之后 将会继续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和行政总裁顾问 直到明年五月股东大会完结 协助新任行政总裁顺利过渡 有线新闻 王浩南报导 长实火柏 长和 投资再生农业业务 并且已经救入澳洲农地做碳风存 长实和长和进军再生农业范畴 主要投资在储存碳的碳风存项目 并且已经收购澳洲超过35万公顷 农业用地的田园租药和相关权利 做碳风存用途 公司会继续密释更多优质相关项目 半导体公司ASNPT第三季 按年多赚7成7 但按季跌8成 盈利有2590万 销售收入33亿4千万 按年跌3.7% 按季就相弱 毛利率大幅增加到41% 焦点座已经讲到这里 再会 您的意图